各位騎友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嘉鴻的自然解說 那麼今天這盤騎呢也是在野狐的對局 那這盤我是拿黑的 一開始呢就先下這個新小木大跳的佈局 那他直接來點角 這也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定勢 那我這時候呢擋這邊好了 然後他大概也只有爬 那爬的時候我就飛這個 飛這個的時候他通常會頂了班 頂了班我準備往這班一個 選擇一個可以發展右 發展上面的這個定勢 我準備班這個 他如果說擋的話呢 那我就往這一段 往這一段 那他吃那我就滾包 滾包之後往這一打 這樣子我們可以發展到上邊 這個騎我應該是爭執不利吧 這個星位這樣對過來 爭執應該是不利的 我沒辦法打在這 所以說我就飛一個 這時候這個騎呢 他可以選擇飛一個 去加強一下這塊騎 或者是拖先的下法也是有可能的 他用一肩跳了 一肩跳 感覺稍微罕見一點點 一般通常都用小飛的 好那既然說他也補了的話 那我們就拖先了吧 往這掛腳一個 繼續發展左邊 應該是最大的一手棋 如果說小飛 那我就簡單拆回去 那如果說夾攻的話呢 我們就跳一跳 去進行戰鬥之類的 對方稍微進行了一點 考慮 最近的戰績 一波連勝 不過 其實這個圍起這種東西啊 物極必反 通常一波連勝之後呢 就可能會輸了吧 也是不知道會不會在今天輸起 好像是快升九段了 在三盤 那我們就順其自然吧 能升就升啊 如果說多輸了幾盤 升不上去那也就算了 沒什麼大不了的 往這掛腳 這也確實是一個蠻不錯的打入點 這個 往這掛 我正常的感覺應該是併一個之類的 因為我現在這邊比較厚 夾攻一個肯定沒意思 所以說 而且我也 我併一個也可以防止他靠進來 然後點進來之類的手段 那併一個他這時候 不知道他怎麼走 飛還是說簡單跳之類的 我第一桿是往這邊跳 總是要先出頭嗎 不然你這個被我蓋進去就是不能看了 肯定是要先出頭 只是說他不知道會不會有一些 特別的手段還是什麼的 往這釘釘 他如果說簡單跳的話 那我們就看要飛一飛還是怎麼樣 然後借著攻擊 看看能不能把左邊給全部圍上 這邊他是有一些貼出來 還是說頂出來去 動出這顆旗子的手段 不過這個我不是很怕 比方說他頂的話 我可能就搬在外面 那他如果說衝的話 我就把這個粘住 三個子就棄給他了 那他如果說貼的話 那我也差不多 可能就搬一個門峰之類的 這三個子 通常就是把他直接棄掉 因為他這邊已經有補到 他這塊棋已經還算比較厚了 所以說 我這三個棋子呢 其實 可取可捨 他要吃我們就直接送他了 反正他這邊都已經很強壯了 我們就把這木樹給他也沒有關係 好吧 我剛剛聊了一通 沒想到對方還是沒有下 結果他 剛講完他就馬上下了 他往這大飛了 確實稍微异於 正常人的滴桿 一間跳之類的 他跳這個 喔他飛這個的速度是比較快 但是相對來說呢 騎形也稍微有點鬆散 比方說我往這一點的話 他這個是要被我斷開的 欸我直接往側點他難道不怕嗎 我想問一下 我往這點他如果說貼我直接把他斑斷這個起不知道怎麼樣 我覺得可以啊 我覺得可以啊 我們就直接來吧看看他怎麼走 我們就直接來 他這貼入我直接把他斑 然後他斷我我就藏過去 反正他也斟不掉我這顆紙 那他可能只能打了沾住去做出頭之類的 這樣的話我是覺得他這塊起應該還是會有一點苦喔 喔結果他是要斑這個喔 喔確實他斷我的話應該是不太可行的 他是斑這個 這樣子我再斑應該是不太好 他這個可以打了把我打死 這我們可能再去切斷他 喔這這這這步騎應該不太可行 斷的話直接打了打吃擋住 我下面這三顆會掛掉 這起我應該只有衝或者沾住吧 喔衝的話他這個頭拐我一下不太舒服 應該是沾住 喔不過這這走幾下好像把他給加強了 他現在這隨便一虎 感覺這形狀就蠻完整的 我這去跑跑去點他好像已經虧了 好像已經虧了 哇他現在還不老實的直接虎住 他是直接從這邊給洞出啊 那這個起我們剛也說過 我這三顆紙是有可能棄掉的 但是如果說他要連我這顆紙都要把他割下來的話 我就有點不肯了 木束就有點損失慘重 所以說這個起我應該是 先貼過去還是怎麼樣 貼過去 也不知道 我如果靠出他跟著衝出來 感覺他這邊也吃蠻多的 這個我應該不能夠滿意 還貼出來 我剛 我現在覺得我剛去走這幾下沒必要 他這個 被他搬在外面 感覺 感覺 黑漆走這幾顆沒意思 接著長 那我不要接著貼啊 不過接臭他 貼臭他一長 感覺 感覺意思也不是很大 但主要是也不知道走哪 飛一個 飛一個就好嗎 所以他可能要尖我之類的 不知道 我們就飛好了 現在的局面就變成說我這塊起也被他斷開了 那就 好像有點變成雙風要互跑了 這樣一個正式了 應該是不太好 沒必要 黑騎剛剛去點這幾下 主要是沒必要 他就簡單跳了 嗯 我現在是可以靠他 不過靠被他一衝 因為不太行 先虛他一個 不太好 飛壓 他 飛壓他好了 這棋有點沒頭緒啊 可能也只能先往外跳再說 可是這樣他走幾下之後 我這邊的模樣好像有點發展不起來了 黑騎下的確實有問題 這樣黑騎有點落空啊 這個這個棋不知道在幹嘛了 先去兼衝他好了 不過這起被他飛過來我是不是也有點難受 還是頭先往外走 這頭先出來好了 他如果要再跳的話我們再去兼衝他 他現在是不太能搬這個啊 如果說他搬到我就打吃他沾的時候我往這裡靠 這樣子 他這邊會被我切斷 這樣他應該不便宜 頭先過來 他如果說還是簡單跳的話 那我們就再去兼衝他 兼衝一跳 把這兩塊割開 欸 想不到我剛剛才說 他往這邊走不便宜 他就直接來了 嘖 嗯 我還是覺得他走這個好像不太好 我就往這靠他 他是怎麼下 擋我就打吃他 他這邊留一個讓我切斷的問題 但他可能覺得說他這邊頭也出來 我切斷他就在跳而已也沒什麼 但是這是他的想法 但問題是我一切斷之後 他如果要跑這邊 那我把這個打出來這個棋是什麼 這棋好像 他如果說現在要跑 欸他先堅持我 我這邊現在也留一個搬出來的一個弱點 他突然去搬斷我這個 這棋突然就有點緊了 他現在這裡應該局部是得補啊 不然我打出來那是比較初棋啊 看起來是會初棋的 他回去補了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給飛進去啊 他剛剛是想說交換一下我這邊留一個弱點 讓我有所 讓我有所擔憂的地方 但不管了這個棋 我們就先把他飛進去再說 這個必須去攻擊他 我還是覺得他剛剛斑斷我這邊是沒有必要的 先把他籠罩進去 那他總是要求火嗎 那我們就可以借著搜刮看能不能把左邊給走成失控 或者是說能夠撿到他一些 然後他有時候可能必須 丟虧氣甲才能做火之類的 看能不能撿一些獅子啊 往這邊跳 往這邊跳確實也有點麻 如果想要繼續封住他的話 往這裡一靠下去 感覺就爛掉了 這起來好像黑起來是不太好下 往這邊飛過來好了 不然他感覺往這邊跳一個眼位就很充足 他可能對自己的自顧也還蠻有信心的 所以說他被我飛進去也不怕的意思 可能是這樣子 但我還是覺得他去吃這個本身木樹就不是很大 也不過就是幾木齊而已 他往這邊一搭 那我現在一次這個 他是不是這串不能要了 這個 不過他現在搭下來我左邊確實得先硬才行 左邊怎麼硬啊 先搬住 先搬一個再說 他火是怎麼辦 他就長 他就長 那我們就爬過吧 這樣我應該也還可以 他回家了 但問題是我這邊刺他這個 這個旗他是怎麼硬的 不確實我自己也有一些弱點之類的 也有點看不清 也有點看不清 還有我先這邊挖臉再說 我這邊先挖臉好了 不然感覺這邊 確實還斷臉比較多 先把它整理一下 他就簡單補了 那我 這個旗他真的不怕 這個就是不太懂了 弄過來 他是沾的話我把這個衝斷 然後他莫非是要從這邊跨過來 還是怎麼樣 看看他的應手 不是很懂 不過這個 我就算他跨進來我就放 那我先把這塊給吃掉 應該收穫還是蠻多的吧 頂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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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應該從這邊衝比較好 如果我從這邊來的話 那這個頂還有先手 我從這邊來好像比較好 那這樣我就把這邊的木樹都給圍上了 應該也還可以吧 也還可以 只不過這個他 可以把我割下來 不過這個就 毛毛雨了 這也沒什麼 這邊搬出是有一點弱點 不過這個我也不是很怕吧 而且我還可以跳在外面 你這個搬有可能還虧了 我這個有可能跳在外面走的 必須讓他虧在裡面 必須讓他虧在裡面 你如果衝我就搬 你沾的話我還可以虎在這 我這樣子讓他繼續虧 不過好像沒這麼簡單 仔細一看沒這麼簡單 搬的時候他可能會斷我 不過斷我可以斷死他 這也沒什麼 他如果要衝我是不是要退 他還真的斷我 這我一斷他不是掛了 這他什麼意思啊 這樣子好像很簡明的 他裡面死掉了 打刺我就黏起來 不過他這個可能也是一個棋子 因為他這樣子走 他這邊就多幾顆棋子了 多幾顆棋子 對這邊的發展肯定是有很大幫助 那他現在來搜刮我這個棋 這棋他一立我局部就要掛了 這局部搬他一下不知道怎麼便宜 搬他沾 好像沒什麼沒有任何便宜 沒有任何便宜 好像還是提回算了 這個棋不要做怪 直接老師補 唉唷他吃到擋這個 擋這個大嗎 我覺得好像不是很大 還是說這裡頭有棋啊 感覺沒棋啊 沒棋的話應該不是很大吧 這個棋呢我就 掛他下面 這還是掛這邊 還是進角 掛下面好了 這棋確實選擇比較多 不知道走哪 欸虎這個啊 瞄虎 這虎 確實他如果虎 在虎的話 我底頭好像怪怪的 這個虎還是大 先虛他一個虛一個總不虧吧 總不虧 我雖然把他吃了 但我感覺 好像沒有什麼領先啊 好像沒有什麼領先啊 尤其這邊又被他擋到 這棋我補不補啊 他火退 這裡頭有棋嗎 在衝斷 沒心情再補了 沒心情再補了 先走這邊 點三三我先 再爬一個 嗯 這棋怎麼走 再爬一個好了 他應該還是會長嗎 長的話 這個拆了還是繼續爬 接著爬 接著爬 有意思嗎 我拆了被他拐好像也很大 還是接著爬 被他拐的話 他右邊感覺太大了 這樣子走 他再長喔 那我就有心情拆了 他這個拐已經不是先手了 這樣我們就拆好了 他如果要拐這個 那我們就把這個打掉 把這個打掉吧 這樣他右邊的潛力也消不少 還是打這個 應該還是打這邊吧 吃掉了 打吃我就黏起來 他虎我們就退嗎 好像局部不一定有期吧 他搬這個我就擋 這邊現在得補 局部應該是搬了立下 比較正常 好搬了立下 他再搬這個 我們就再立下 嗯 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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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他這邊蠻厚的啊 稍微尊敬他一下 這個就老實的補吧 拖他一個好像也還不錯 拖他一個 應該是吊子 他有吃我 那我們就趁機把他利用掉 唉唷 他爬進來 我剛剛有點 下得太得意了 一時有點忘記計算 他這邊還有一個爬進來的可能性 這我們可能打了爬 或者單場 單場他搬過來 我打了打吃一虎 打了打吃一虎 打打虎應該不太行 你就還是吃這個 吃這個我們可能再爬這個啊 多利用一下 爬被他扳起來 應該還是不行啊 我們就老實一點 不要做怪 不要做怪 虎在這 起木樹還是可以啊 只要左邊沒出事的話 來了 拖在這 拖在這他未必是想要直接在裡面 做火啊 他也有可能只是想要 比方說我做利的話 他這個就能夠拖到了 可能是這個意思啊 博得起 我敢搬在這嗎 搬在這 他搬在這 我吃他打吃過來 左邊味道有點臭啊 我還是利在這邊好了 主要是左邊味道還比較臭啊 不太 不太敢 跟我猜測差不多 他說他主要就是想拖在這 那我如果說搬的話 他就藏進去 我粘住他 擋在這 他是想看我能不能把他給殺掉 就不一定好殺啊 我這是不是退讓一下 不過退讓木樹確實虧很多 這個就是一個抉擇上面的兩難了 這 要不我用一次想想 裡頭味道主要還比較臭 嘖 我覺得裡頭味道好像還是太臭了 還是退讓好了 退讓在虎 嗯 這起木樹也可能也未必說有多好啊 虎我們就退 接著衝 再擋 裡面我剛剛看應該是沒有太大的起啊 好他斷這個我們就可以打吃這次 不過這起好像也有點不一定要斷了打吃再一滾包 這其實是什麼 好像也還有點複雜 說不清楚 不過剛剛那個應該是沒騎啊 哇他搬這個這樣子就有點麻了 這我敢擋嗎 應該還是可以擋吧 他沾的話我們再補回去 補在哪 補在這好了 如果說補在這的話 那斑年還先手 感覺有點不肯 補個味道好一點的 哇 哇操 最後還是補回去了 因為主要是虎的話 好像味道還是有點臭啊 唉 最後還是老實的補回去了 蛤 搬這個 我很想衝擊一下他這裡 會不會退讓的有點太多了這個起 現在是沒什麼領先了 哇操 8 7 6 4 3 2 1 這起真的沒什麼領先啊 還是不能下太鬆啊 下太鬆隨時會掛的 還想衝擊一下他這裡點一下然後靠下來之類的 還是我點出來 一點點點出來好像有點有點緊 看不懂 算了算了先靠下去 先把他這邊的一些潛力給破壞掉 我剛如果再接著硬的話 說不定真的要被我走輸了 下太鬆了 但他現在確實也可能要衝擊 不過下面有一眼應該不怕他吧 飛一飛 不知道下哪了 哇這個起 有時候 稍微有點優勢之後就變成說不太會下棋了 常常都會有這種感嘆 現在就是有這麼一種感覺 確實可能也不一定有什麼優勢吧 但是 感覺不太好不太好發揮 先往這跳有什麼意思啊 反正他就是要切斷我是不是 乾脆直接做火好了 不要不要搞怪 還別搞怪好了 老老實實 還是老實一點 下面有一眼 下面有一眼還是沒問題吧 這叫吃先手 總夾不進來 他如果只能拖到我就頂住 這個眼還是比較明確 對的 要不要藏他一下 藏這個好像沒什麼好的 有 虎住 看一下這形式有沒有 虎一個算了 不過這起還是不能下太鬆啊 下太鬆真的不行 翻這個 虎下去跟他打結了 還是跳進來破他潛力 唉 跳進來好了 這起應該還是行吧 15.5 總不會 總不會還收輸吧 這個起還收輸 我就真的也拿我自己沒辦法 還是不要亂reflex 不然等一下就要死了 哈哈 還是別亂來 亂來 等等就要死 總也只能站住了 提掉 哇他又把右邊的潛力給走回去了 先咖他一下 9 8 7 6 4 3 2 1 4 3 2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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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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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走什麼 這個棋我覺得應該還是只能吃吧 苦的話這個紙被我救回去應該太大了 花了兩次來思考 我還想說沒什麼好想的這個棋只有吃吧 看來對方是不想下了 好吧那還算比較順利的贏下這盤棋啊 最後呢我們一樣是簡單的附個盤 哇再兩盤升9啊 沒關係我們就順其自然好這班棋呢 我們還是一樣請絕椅來幫我們看一下 我覺得我這個中間把它吃掉之後好像局面就一直不錯啊 前面這裡普通定時嗎 這個應該大家也都看很多了 這個跳好像還是不如飛吧 飛起來的話總是還比較好 飛一個本身還比較大 因為他下一步可以頂了吃 這個直接先手把三顆割下來 然後這邊也比較正常 我覺得他是不是還是打入進來會好一點啊 他這樣子走的話讓我一飛好像整個模樣都太完整了 然後這個實戰我點進去應該是不太好了 看決議是怎麼說 決議任務我應該先往這點一下 交換幾下之後呢 交換幾下之後往這裡飛 他覺得局部應該是要走在這 這邊交換幾下 難說啦 這個也未必要走 他可能覺得稍微加強一下這邊 不過局部他是認為我應該是用飛的 飛的會比較好 我實在這邊交換幾下也沒什麼必要 然後他這個尖出 不知道好不好看決議怎麼講 我是覺得他就算正常補一個也還可以 也還不錯 他覺得決議任務應該拐過來 拐過來那我 反正拐過來如果我跟著走一走 他在跑進來洗一波之類的 那後面可能就也比較複雜 不過重點是這邊應該拐一下之類的 好 那後面這邊應該也還比較正常 他這個班我認為是虧了啦 我認為是虧了啦 我覺得他應該這邊加強一下自身之類的 我也不知道還是跳出 看決議怎麼講 喔併一個啊 往這併一個啊 併一下然後呢 黑騎 他就會併一下 算是加強一下這個斷點 因為本來我這邊有個靠的毛病嗎 去加強這個問題 確實這邊白騎這一併 而且下一步可以把這一顆子拉回來 好像木數蠻大的 這步有種後中仙的味道 有種後中仙的味道 確實好騎 而且這一併完 我如果說這邊不走 那 他順便點過來之後黑騎相當難受啊 這個雙倍長好像還沒辦法聯絡 要聯絡好像只能這樣走 哇那這個太難受了 這個東西 這步騎倒是蠻有韻味的一步騎啊 學到了 蠻有韻味的一步騎 有後中仙的味道 這步騎 好那實戰他這個被我靠斷之後 好像白騎應該是不太好 我實戰的時候也講了 然後這裡被我點的話 他這邊沒補斷應該不太好 他這邊應該還是得補斷吧 他覺得應該先弄我一下 然後呢 弄完 黑騎也契合不理了 這個變化就真的很複雜 這個變化很複雜 因為他這個變化是黑騎也沒有硬 所以說等於說白騎拖先 這樣就比較複雜 參考價值比較沒那麼高 不過白騎這步騎倒是降了大概20點勝率啊 也是蠻慘的 這邊被我分斷好像白騎就不太好 好像白騎就不太好 局部這裡他可能應該沾 然後沾的話我如果要衝斷 然後他還可以靠進來 這樣一長我這四顆可能跑不出去 所以說局部我如果衝斷他靠的時候我可能只能退 但是我當時實戰也講了 我說這樣子雖然說我擋不住 但是我把這邊吃掉總是也還蠻便宜的 他這邊可以救回家不過 這可能也不需要走了 就先點腳之類的 看一下局部是不是也認為白騎應該沾了 還是說先靠一靠之類的 不知道看局部怎麼講 局部認為白騎應該貼在這 貼在這什麼意思啊 貼在這然後再從這邊搬出來戰鬥 確實這也是一圖啊 確實這個這個也複雜這個也複雜 因為我這邊這邊有弱點要補啊 這邊如果不補的話跳這邊他這個可以 可以挖了虎出來 這個這邊就形成打劫了 貼這個 再研究一下 不過他搬的時候我肯跳 好不過跳不行他這樣子可以衝斷 這樣子就跟實戰不一樣了 這個我斷了會被他打出來 這樣可能不行 那 那可能就只能照他的下法去斷他 喔那這樣子很複雜 喔確實我實在忽略了這一圖啊 我實在沒注意到他可以貼這個 哇那這樣子很複雜 他他變化是這邊會形成打劫 那這個 也很複雜 他實在頂在這之後可能就黑棋一直不錯了 都一直維持到85以上的勝率 那後面雖然也還進行了比較多 但是 可能 可能總是跟勝負關係不是很大 感覺 那我這邊也都下 比較穩健了 都下到最穩健了 那這邊 這邊其實 那時候我就直接把他活掉 好像就 這期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盤20左右的差距吧 好吧 那這半期就跟大家講解到這邊 最後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